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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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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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货集 第三货集呢 就试得好的 不过时间比较慢的 第四货集呢 我看看先啦 第四货集都OK的啦 大致上来说 这些是线路达菲试的那些集呢 大致上都是试得不差的 好的啦 OK啦 不是说很好啦 我再说一次 一件不是很好 但是OK的啦 线路达菲也是一样 不算是很好 但是都OK的 线路达菲有一些速度的 有一货啊 是啦 苗玲龙啦 很久没跑的啦 三货都普普通通啦 没什么特别的 赢得自然呢 都试了一货 时间比较慢的 也是没什么特别的 还有一只利显天下 这只马呢 上次有追的 这只利显天下 今天试一货集呢 不好不差 是啦 我怕它比较被动一些啦 就是那一货集不好不差啦 不要说其他啦 那我自己觉得呢 线路达菲就不差的啦 这些集 是不是很好呢 不是很好 但是一点都不差 缺一剑也是一样 不是很好 但是一点都不差 赢得自然就比较普通一些啦 还有一只叫做妙玲龙也是比较普通一些 利显天下呢 不过不失啦 即是怎样说利显天下 它又没什么加速 没什么退的 好了 讲第四货 第四货呢 天分高试了一货集的 没什么考验啦 另外 还有只花好月盈 今天缩程的 上次我也有选择 但是它没跑过一千米的喔 它没跑过一千米的喔 但是它试过货集呢 我觉得它试得OK的喔 试试得都算是好的喔 我看看它是不是加眼罩的 它试试得好的啊 没了 只有两只马试集 即是花好月盈 还有这只叫天分高 讲多一次啦 花好月盈 加眼罩缩程 试试试试得好的 其实它季初也试得好的啦 上次也跑第四不是差啦 但是它没跑过这个路程啦 另外 那只叫做天分高 没什么考验的 即是普普通通正常常的啦 第五场倒了第六场 那这只海船星呢 又是试了四货集的 罗富全的新马哈 刚才那只有四货 这一只有四货 这只马呢就比较特别一些 头那两货我都觉得好的 尾那两货呢 我觉得OK啦 即是如果你说严格来说啦 这只海船星呢 头那两货集呢 我觉得吸引一点 尾那两货呢 就OK啦 即是不差的 还有呢它试集呢 最后那货它才加眼罩的 反而那货集呢 我觉得就OK啦 就不算好好啦 但是OK的 不算好好 OK的 但是它就想着它就决定加眼罩啊 是啦 那就讲了这些重点啦 头那两货我觉得吸引一点 尾那两货呢 不差 不过呢 不够头那两货的感觉那么好 而它尾那货加眼罩呢 我自己觉得呢 就OK 不差 但是我又不觉得好好啦 是啦 不差的 但是不觉得好好啦 是啦 快乐奇兵呢 就今排啊 整天都不放的嘛 那今天加眼罩 试回货集呢 就放回前些来走啦 那看看它会不会放回啦 贵初我不是说它有一货集呢 就不知怎样卡了一东西 扁了两东西 出来跑又不放又不胜啦 那今天有些加配备啊 试两货集放回前些走啦 不过我觉得呢 这些集都是不是说好 即不是说好吸引啊 是啦 就是普普通通啦 勇创派对呢 就转马房的 呃 两货我觉得都是比较 两货 两货 两货都叫做保持住普普通通啦 是啦 啦 还有一只人隐之宝呢 上次我嫌对跟前的太 今天试那货集呢 试直路集呢 它试得好的哈 是啦 就是黎超星今天刚才那只花好月盈 和这只人隐之宝都试得好的哈 是啦 看一下它就怎么跑啦 这个马房啊 频频被人拉倉走的哈 是啦 这个马房现在就 真是阴工啊 估不到黎超星会录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哈 好啦 那第八场哈 第八场呢 比特星呢 就试了货集 啊 少少反应啦 不是说很好啦 少少反应啦 另外 还有一只叫做移竞力的 又是黎超星的 又是有少少反应啦 不是很好啦 好啦 今天试集的就说完了那么多了 那我决定播片哈 多谢你请吃烟啊 多谢各位请你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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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各位阿ital色华 Sinag 哈哈 各位 companies HAVE 哎 各位马酉佬又好 欢迎又来到雷文的频道 今天当然要和大家和大家说 在11月三日呢 马匯就在沙田了哈 很久沒回來 沙田就有10場草地入馬的全場部速形勢分析 各位未訂閱雷文的Youtube頻道可以免費訂閱 另外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去支持這個講真心話的真真正正的賽馬台 沙田好像很久沒跑草地了 今天就跑回沙田的草地了 廢話不多說了 說到第九場 一場三班千四米的賽事 先跟大家去看一集 這隻陸續風收最大的問題就是喘鳴 上一場又舊病復發 馬會的網頁好像吃了遲頓丸 上季跑過一場千四萬步速都跑得不錯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上場就跑到喘鳴 今天就去試一貨閘 試過貨閘也有拍他 有給他 也有些走勢 不過喘不喘鳴的就沒有人知道 馬會的網頁真的相當之敏捷 上馬會的網簡直是賞心樂事 用戶的體驗是一流的 看下這一隻 上季一跑千四米萬步速 都跑得好陸續豐收 今季跑過兩場 第一場就不過不失 上一場就喘了名不能作準 今天走上去上面 沿途都走外跌 沿途轉完那個彎 也有拍一下他 拍完一下又一下 拍完一下又一下 過終點再多吃他兩東西 也有些反應感 但這隻陸續豐收 剛才也說了 最大的問題是 裏見威說 最重要是他要跑步速 就舒服 對啦 就不要復發 那這些呢 就真的不知道他當時那個步速 這裏都篩了出來外跌 那何妖呢 一會兒忍住一下 就坐他一下 拍一拍 拍一拍 好像就不夠這樣 那再拍多一下 拍多一下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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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忍多幾步 就吃他兩東西 他有些反應啦 那我覺得課集就OK的 就不算說很吸引啦 那要拍他幾東西 那樣啦 但是你說他 喊喊喊 喊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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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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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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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zza 哎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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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货集呢 在谷草已经有些走势了 今天也挺有诚意 跑1400 跑去试多一货 但是三货都是 潘顿试的 但是潘顿最终就没有 騎 这种优才就用到我们的艾杜娜哥哥 来騎 这种优才都是 三货都是潘顿 这货集就只有几只马 但是早两段的步速也挺快的 这货集 所以他有条件未必说 很落后的马 虽然他没跑过 香港没出过赛 始终都是 试三货集 我觉得有两货都试得好 这货集也会赢回来 但是潘顿又没有骑 后面那只蓝装寶 今天也跑的 风火行云那天 在前面跑 就在法库局输了 好了 去到这个湾的时候 那些马一踏慢了 他就有点厚 那只蓝装寶就跑上去了 风火行云也跑上去了 潘顿这里留着马 也有点厚 但是转完这个湾 前面有一堆马 回来又没有多少 他一踢 踢了上去 就赢了一条街 蓝装寶 晨早就走了 风火行云也没有转脚 这只优才 赚了个位置 鬆了几步 拍他一下 就已经弄掉了 那些对手 再给多两个东西 看上去 都不差的马 看上去 不过潘顿 又没骑 另外就 说那只金白令 这只马今天 就会 除掉所有配备 H有除 交叉被枯有除 今天整理了个十二档 用汤普身 其实这只马上季 汤普身 有一场 他整理的档位 好些 他就跑得到 下个两场 撿过外档 就扔了外档 有一场也有追 有一场是失望 一些 上季美换 王智雲 那一场 我也不知道他在 骑什么 说来都浪费了 今天这只金庄令 试了三货集 我觉得他三货 是中间那货加了V 就表现比较一般 但也不差 他有点闪 表现不差 但相较那两货 没有配备 就好些 最重要是看他没有配备 这一货 更加用到 袁恨尧来试 这货集 他很刻意 把这只金白令 是金白令 大佬 是 有型人 这货 乞议 袁恨尧 不是袁恨尧 袁恨尧 哎呀 袁恨尧 就是乞议 留了金白令 也有追 一看胸 那一看胸 那一马自己撲上来 我只是评价他这货集 其实他三货集 是交V的货 有点闪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今天这货集 就脱回他 你看到他刚才出来 在这个位置 车前移车 移车后移车 一会儿有点厚 袁恨尧 不是袁恨尧 袁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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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留那只马 也有点 人马角力 也有点厚 但是转完那弯 看到这里 也有点厚 有点厚 转完那弯 最初找位 也不是很顺 但是一看胸 就自己走上来 后面是南庄保 今天也跑 刚才那货集 也看到他 好了 看到袁恨尧 这里也没有位置 都用来拖住 好了 拖住了 一会儿有一只马 走开了 有点位置 这里看空了 其实骑士 都没什么特别动作 一看空了 这里给他一点 他那只马 自己走上来 这只金白令 他这货集 都刻意留住 尼斯亚尧 的 刚才的重点也说了 汤普新进入到 那场 就是普当的 接着那两场 就想试下 涉不涉得到 但是涉不到 比较被动 不過今天也有些变数 上季涉不到 有配备 今季也没有配备 集就和大家说了 另外 还有集的 就是韦达哥哥的 赚放的心 这只马 就试了两货集 今季 今天也是第一次出赛的 唉 快手一点 这个网页 今天要跑千二 不是千四 所以要看他千二 这货 其实两货集都没什么看的 不过第一货集 我觉得他不算是 虽然很厚 第一货集都很厚 但是我又不觉得他试得很差 这一只 是赚放的心 马会彩衣 但是这只马 如果你只是说试集 这货集 根本就什么都没得看 为什么呢 一转完那弯 就塞车了 就是试也没得试 他试也没得试 那里面看也没得看 我跟大家说 他第一货集 虽然厚一点 但是他没什么移 现在在马嵐中间 整堆东西在他前面 这只赚放的心 好了 这里预备一塞 塞出来 塞出来又是一个马嵐 塞住了 那里那只又塞进去 又塞住了 那是大千眼界 而且赢了 后面有些马有意外 起连勇略在他前面 又跪了一下 那这里呢 那这里有些 比一比他 但是比了他之后 他都没冲得多少步呢 那这里又塞一塞了 那都有一些反应感 但是就冲得不顺 那看不到这些 赞放的心 就冲得顺的时候就怎么样了 那刚才都看得到 那另外还有试集的 那这只雷文的未跑 就已经选择的马 足远就上到三班了 那其实他就是一只表现很稳定的马 那今天呢 他第一次跑千四的 上次找一下希威深騎 千二米呢 我又不知道他早段在看什么 就是 我感觉到好像有些何好运的感觉 那回来也有追的 我看他上次这样追 千四未必说不是一个对的路程 就是家程未必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始终都没跑过 那今天呢 就换回霍云星呢 就试了货集 而这货集呢 亦都试得好的 这一只叫足远 那这只马 几场都放在前面的嘛 除了一千那场之外 那但是上次一换 希威深呢 出集是有少少被人阻止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他在看里面 不停在看什么 那现在这一货集 又是放在前面 那今天换回霍云星呢 就不知道放不放在前面 那总之上次就放不到 上次放不到呢 他又有追的 看他上一场呢 没断追上来的势呢 家程都未必说 不适合跑的 不过就始终都没跑过啦 就是捉远啦 那这货集呢 那这货集呢 都有走势的 转完那弯 没有什么 怎么说 特别说 骑他呢 他都有加速的 他都是表现很稳定的 嘛 不过过千四的路程 看上去就应该 可以 应该都适合的 不过你又够不够人跑 另一个问题 你看到这里 霍云星都是轻轻推一点 其实他已经在加速的了 都没什么说 如何认真考验 都是有走势的 我觉得试这货集就好了 不过路程呢 你始终都没跑过这个路程 那另外还有试集的 这只叫做不假外球 这只马轻香港就跑了两场 慢慢来啦 不要急 最重要是要快 这只不假外球 第一场撿了个十四档 沿途就很厚 但是上次撿了个八档 我又不觉得他没断骑好了 但是他跟的位置就跟得好了 那今天呢 又又撿回个十档 八档和十二档的中间那个档 是啊 试了货集 试了货集 看到杨明伦 对吧 杨明伦呢 转过弯呢 也有拿一条边出来 其实他一吐下去有点反应 但是他一不打边 他又好像又慢回来 如果连续打边 那又怎样呢 那真的没见过 这只叫做不假外球 白色面箍 这只 那上次由十二档 转到八档呢 最大的分别是跟的位置 跟得好了 不是说跟得好 是跟得好 今天又移回到十档 那他已经跑过两场千四的 跑完都再试集 那杨明伦一会儿也有吐的 上次也有杨明伦騎的 一会儿吐他一边呢 他有点反应的 吐他一边 不过只是打了一边这么大把 我记得了 现在带面固那只 一会儿吐了出来这一只 那你见到杨明伦 现在吐了出外档 给他几步 现在又转了一只脚 转了一只脚 之后呢 那这里就预备拿一条边 出来招呼一下他 那这里仰他两个东西 喂 还未走 未走就吐了 一吐就走了 衝了几步 但是衝一下衝一下 他不吐呢 他又保持着走势 如果潘顿车轮边 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冲下去 这只不假外头 也有点反应 总之一吐下去也有点反应 是的 好了 那杂就看完了 那说其他马拉雷文 对他的看法 一号刚才也说了 试杂也看了 唯独 他也是一只准的马 如果不喘名的话 这只马 是出来跑喘名才跑得差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喘不喘的 好了 这只马也无需多介绍 上季就是 呂建威最后 就是手机标霸 他执了个十四档 冠军就这样没有了 给那只手机标霸 我记得 当日执十四档 沿途走外跌 回来的冠军就这样没有了 今季跑两场 两场都跑得好的 两场都潘顿 两场都十二档 今天都继续潘顿 但是档位就好了 今季两场 其实他没有哪一场跑得差的 这只马 有一场跑第七那场 都是一出集 田鸡大曼集 那一场我有选的 柳杂之王 好了 大浪淘田 这只马未跑 雷文就说 他试杂鬼鬼祟祟 有些质素 那时候潘顿试 我记得 跑完一场 没多久就爆冷了 一百三十几 不是 一百四十几倍 那其实呢 你将他1600米 这儿刷了 跑第十二 1600米 跟着就 跑第一场1600米 又刷了 其实他1400米 大部分 只有一场 跑得差 那上次 收拾了七档 其实试杂 都鬼鬼祟祟 的了 回来我觉得他早了点 法力 回来 就得个紧颈四 浪费了十七倍 早了法力 但是今天呢 他就收拾了十一档 但是他上季试过收拾十一档 他都跑得好 这一只大浪图电 好了 优财不用说了 就说了 潘顿试集 潘顿武奇 金白令 刚才也说了 收拾外档呢 他经常想 剪过来的 但是不够快 剪不到 始终都是在后面 扔外档追 好了 风继续吹了 这只马 在内文频道 都算是帮内文频道 找了不少花费的了 爆完又爆 爆完又爆了 五十几倍又爆 然后季尾那里 二十几倍又爆 今季二十倍又爆 其实上一场呢 梁家俊已经很有心机骑 一出闸十三档 就放到内篮那里 但是前面有一堆马在那里 那只马不是很狠狠走 要等马散开了 他才狠狠走 总之今季这只风继续吹 加了配备 其实两场都跑得好 不过上次前面有一些马在那里 影响了马的走势 今季两场加眼罩表现都稳定 好了 讲第一次加情的德萨斯 有时跑马就是这样 今季季初那场跑第三 就因为那只钱多 那只叫做球星 就顶住了韦达那只马 就阻止了韦达那条三重彩 那上场呢 跑回 因为他今季跑那两场呢 其实都比较小马一些 但是上次这只德萨斯是有些 有些受困的 对了 就不可以说他沿途没有擠了 也有些擠了 不过他今天第一次跑千四 但是呢 其实他上季尾呢 开始的表现呢 是真的有些好转了 这只德萨斯 看下初出执十三档 不是不是 初跑千四执十三档 那又怎样了 好了 那季初说这只马 试习试得好呢 爆完一劑 就上劑又热热热 在死班就吃了啦 但是今天 暴民又没有骑 其实这只马上季这两场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出习就慢了 回到来呢 走势又也都未成熟啦 今季最大的改善呢 就出习就没有慢了 那今天呢 就由四班呢 就上到来三班 不过暴民赢了呢 就暴民不知没有骑喔 又落回艾绍丽的手上喔 这只紫荆欢呼 是啦 就升班再战的 好啦 那这只信心星啦 他和紫荆欢呼都差不多的 他做过手术出来呢 其实这只马都很准的 很激动 是啦 什么跑法都OK的 那今季呢 人家就 那只叫做什么呀 啊 风继续吹加眼罩 就两场都跑得好 他就除了些配备呢 除了个眼罩呢 那今季两场都跑得好的 那上一场呢 就已经是上到三班啦 那上一场他就叫做好彩啦 那里面那只叫做东方飞影呢 那位是阻他不了他 他就插了上来 其实今天的对手 大家都差不多的 那里文华士集好的 之后的堅有威都贏了啦 信心星呀 宁言威风呀 大浪淘填啦 风继续吹呀 彰继续吹呀 精算谋略呀 后备的美丽蟹后呀 那些成好运都会再跑啊 那这只马今日呢 又是一样的道理喔 霍雲星騎員就換了人 但是報名也有騎開 報名也沒有騎 讚放的心不用說 剛才集體了 捉卷也說了 上次就不知道希偉心在看什麼 看他上一場慢了之後 他沒斷過追勢 家程未必說不對 不過你說初跑1400和收拾了個1400 你當這些條件上的東西 三班上次證明了 今天講到進馬為伍 看他上季的影片 其實他跑第三個場 很多朋友都記得 福星那天 一隻叫福星 一隻叫做今天同場 那隻叫德薩斯 兩隻馬都沒有騎過 他放在前面 貼著內欄爆了五十幾倍 但是今季跑三場馬 他還沒跑過1400 近這兩場都小馬 還有沒有怎麼轉腳 上場就有轉 不過轉都幾慢才轉 今天繼續由黃寶妮姐姐來 初跑1400 進馬為伍 好了 先講一隻美麗在線 其實這隻馬上季跑1600 他的賽職都叫做跑得不錯 但是他都幾久沒有跑1400 看回他這一場的1400 水準都叫做OK 但是呢 上場跑完場2000 今天又縮回來1400 還有一個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他今天要跑1400 這隻眼罩 但是他又沒有試大閘 對啦 馬會的網頁真的沒得頂 哪有得頂 做得這麼好 當然是沒得頂 哪有得頂 他這隻眼罩是自己彈小閘 即是沒有大閘 之前的大閘都沒有眼罩 這些是美麗在線 北架外球說了 十二檔就好後 八檔就跟前一點 今天又再走回去十檔 都有試襲 他都有走勢 好了 講馬就講完了 講回阿雷文 就先選馬 先選了他 仍然威風 兩次都十幾檔 第一次已經跟一些 有實力的風計族吹 風勝 橫漢今朝 安康萬利那些跑 上次再撿了十二檔 雖然說贏不了馬 但輸給試襲很好的堅有威 另外在內蘭 背輕綁 但是檔位好他很多的信心聲 都不是輸很多都沒得說 今天他叫做原裝配搭 另外 檔位有好轉 這隻仍然威風 信心聲就在 堅有威 封繼續吹 很有心機跑 外檔一早就放了這個位 外面就仍然威風 東方飛影 那一隻東方飛影 如果再放多一遍 那隻信心聲未必有位 上來 非凡之聲又受了 其實這場馬 都 很多馬跑得有意外 那隻叫做廖康銘那隻 又跌了下來 你看到這裡 東方飛影 仍然威風 咳了過來 裡面已經咬好位的信心聲 裡面放得很漂亮的風繼續吹 外面一早就在彎心發力走上來 大浪桃田 這些今天都跑的 東方飛影想走 仍然威風也是按住的 信心聲就在裡面塞 都是一路沒有位 誰知東方飛影閃了出來 他就有個位 好了 仍然威風騎下去 也有反應 但是遇到那隻堅有威 沒辦法 上鬼雷文的暑假馬 好了 仍然威風 外檔浪了腳情過來 裡面剛剛有位 喘上來就信心聲 好了 再看一次 大浪桃田的彎心發力 回來最後那幾步沒有了 好了 我也要播出一隻風繼續吹 為什麼呢 他在那些馬後面 這裡一路騎下去 那隻馬都有點狂狂的頭 要等馬散開才踩上來 好了 仍然威風想走 信心聲裡面就追 堅有威 其實之前退出的CD閘也好 潘頓也經常騎 這隻風繼續吹 要等馬走開才肯追上來 安康萬里 大浪桃田 今天這隻 這隻 這隻都會再跑 信心聲 仍然威風 大浪桃田 風繼續吹 都在這場上相遇 先選這隻 仍然威風 第二隻 剛才看了信心聲 都不用再播一次了 播四班 因為剛才那場是三班 另外再播 選這隻 今天升班 今季最大的改善 就是出閘就沒有了問題 至於你說報民 為什麼沒有騎那些 就沒有空想它這麼多 這隻馬往往去到末段 今季爆起上來 是爆得好了 這隻自驚歡呼 出閘就好了 當日艾少禮就沒有空騎他 騎了一隻沿途走外諜的 身歷高星 嘩 蝕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這裏 紫經歡呼 找報民 沿途在外諜 完全不知道什麼叫攝毀 艾少禮 這裏 紫經歡呼 不過當時就在四班 是的 是 相當大洗 艾少禮 不過今天這隻紫經歡呼 是四檔 是的 就是 九檔可能擔心些 四檔可能好少少吧 沿途走了不知多少碟 這位哥哥仔 好 那報民就理你 都傻了 你不騎你不騎 你在外面兜 你在外面兜 其實這裏都塞一塞 好了 塞一塞之後 身歷高星又在這裏 不是 身歷好 身歷到這裏 才打側頭 撒出來 其實都半條直路 剩下200米 好了 到半條直路 一騎下去 試襲有反應 上場跑千二有反應 今天再打下去 最後那幾步 都很有反應 根本就收薑了 看看上來這個班 減了他多少磅 我先看看 減了他11磅 換到艾兆禮 這門艾兆禮和報民的分別 這樣也沒辦法 我選一隻馬 另外風繼續吹 剛才也看了 不要看他剛才那課 不肯在馬後面衝 要等馬走了才衝 看看季初 他和仍然威風串Q 那一場 這場 阿雷文說過 很有實力的馬 追上一堆 跑的 不是我說的 你們自己看 四分三馬位裏面 一二三四五六隻馬衝 一個馬位裏面分勝負有沒有派賽 在四分三馬位裏面有六隻馬 風繼續吹 忽長忽短 忽時擺前 一時擺後 有東方非映 安康萬里 突然間又擺頭的封城 又是走外諜的仁賢威風 風繼續吹 這場就沒有好像上一場 因為這場他收拾好檔 不用在外面 塞進去 仍然威風 這場已經繞到外面 好像被手機錶霸贏那場 跑法 好了 非凡之聲 是失車的 看看這隻風繼續吹 其實都墮很厚的 這隻馬 經常都是這樣的 塞進去內蘭 希望他不要失車 只是衝一段 這一場都有失的 如果不是失了 他可能已經爆了個勁冷門 這場馬 真的相當激烈 六隻馬在四分三馬位裏面 就決定了大家有沒有派賽 其實你說安康萬利有沒有跑錯 都沒有 非凡之聲有沒有 都沒有 只是失車而已 風繼續吹 在這裏 外面那隻就是 何賢那隻 回到來 有沒有派賽 就是看這裏 剛剛過了前面浪費力的風承 這隻風繼續吹 其實裸位這裏都不是拿得很漂亮 已經失去了一大輪 如果他不是失去了這一輪 那條二重彩真是稠 很激烈 如果不是這樣失去 他會走頭 真是很激烈 你說非凡之聲 如果不是這樣失去了 都不知道會不會輸了 被仍然威風 其實這一場馬 都有幾多馬爭 沒有剛才那場那麼激烈 沒有剛才那場那麼激烈 也有幾多馬 未看得透的對手 雷文是有那句說那句的 希望大家支持雷文頻道 選馬有理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好了 播片就播了 寫幾個號碼給大家研究一下 仍然威風 潘頓繼續騎 檔位有好轉 檔位好轉 理論上應該容易發揮 希望表現穩定 他跑第七那場是阿田雞大漏雜 又下雨又大漏雜 那場就抹了他 第二隻 駁回信心聲 報民不騎 一件事 希偉心和報民有什麼分別 不懂得說 我選一隻馬 有什麼分別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他們兩個 有什麼分別 第三隻 又是報民不騎 但是又下艾兆禮手上的 紫荊歡呼 升班減榜 升班減榜 上次都濕了半條直路 只是騎半條直路 看看上來這個班 其實他之前的三班 已經有表現 回到原班 不過對手又不同了 第四隻 風繼續吹 上次有些銅頭 今天要看看這隻馬 前面的馬 會不會說 給他一些位置 充 2號的 迎賢威風 9號的 信心聲 8號的 紫荊歡呼 和6號的 風繼續吹 不是 6號的 風繼續吹 剛才又看了當位 請支持Layman頻道 選馬有理有據 拒絕信口開河 最緊要就是 各位多贏 請支持Layman頻道 請支持Layman頻道 請支持Layman頻道